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魏威开始在医药界险山漏水还是在2002年到2005年的三年时间里 魏威迅速在吉林医药界崛起并成为业界赫赫有名的拿号王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拿到了200多个国字号的产品文号令业内人士错愕不已 实际掌控魏威药业的魏威平时并不在没合口 他在当地的企业都交给一些亲友管理 包括他持有魏威制药股份的母亲 魏威自己则在北京的集团总部遥控指挥 并开展至关重要的业务活动 魏威的业务其实很简单 主要是在2002年以后的地标换国标过程中 他作为买家 与前客刘玉辉联首相卖家曹文庄王国荣等人行贿 拿到全国各省市上报药品的质量标准及生产工艺 然后以这些资料为模板 现后选择了200余种生产厂家较少 以注射剂为主的药品 通过行贿吉林省药监局的一些官员 补回1996年前这些产品的文号 再将地方文号上报至国家药监局专项办 地标于是顺利地换成了国标 掌握了如此众多的国标 以此牟利应是易如反掌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 魏巍就拥有了200多个药品批文 堪称奇迹 表面上看 这200多个药品批文属于魏巍并不担任法人的魏巍药业 但其实都归魏巍所有 如此迅速地拿号 采取常规手段当然不可能完成 贿赂药监局官员成为魏巍的杀手锏 被魏巍最早拉下马的是吉林省药监局的两名官员 2004年 吉林省药监局副局长于庆湘 注册处副处长陶立军 相继因受贿而被捕 2005年5月 陶立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之后于庆湘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而从2005年开始 魏巍掌控的三家企业相继改头换面 成了外商独子企业 自此 魏巍的名字淡出医药行业 但隐身幕后的魏巍还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2005年年底到2006年年初 是中国医药行业黑金交易的盖子 被集中掀开的关键时期 2005年11月 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刘玉辉被公安机关逮捕 2006年1月 魏巍因涉嫌刑惠药监局官员被抓获 两人共同供出了曹文庄 王国荣等人 于是 一场反腐风暴在药监系统深入展开 2006年1月12日 曹文庄 卢爱英等人 在参加北京宽沟的全国药监局会议上 被检察人员带走 由此引发了国家药监局窝案 2006年8月25日 在国家药监局紧急叫停的六种假药中 魏巍操控的制药企业就占了五种 自2006年3月起 诺氏制药和巴里莫尔制药 两家制药企业相继停工 据有关媒体报道 在2002年到2005年短短三年内 魏巍药业销售收入达50亿元 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 其中的获利都是极其惊人的 除了买家魏巍 还有一个在药监局窝案中农庄上场的重要角色 刘宇辉 刘宇辉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 但他同时在白云山医药科技的400万元注册资本中 有49%的股权 持有资产高达200万元 这200万元资金是刘宇辉担任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期间 以学会名义召开各类培训所得 2005年11月 刘宇辉涉嫌挪用中国药学会资金200万元被捕 在中国药学会 刘宇辉是出名的呼风唤雨的能人 他是药学会中有20多年会龄的高级人物 但他除了开会之外 很少在药学会办公 中国药学会里更多的是一些医药专家 他们除了研究新药之外 很少和外界打交道 也很少有人涉足批文的事情 而且药学会里也似乎没人能约束助能人刘宇辉 以至于有些专家 听说刘宇辉涉嫌挪用药学会的资金时 都感到非常吃惊 更想不到他会在制药企业和药监局之间充当前客 但是无论在中国药学会还是在国家药监局 众所周知的是 刘宇辉跟曹文庄是私交甚深的哥们 刘宇辉不但经常利用周末和节假日 与曹文庄开车到河北廊坊等地打高尔夫 甚至为了曹文庄晋升药监局副局长 刘宇辉慷慨解囊提供了40万元的活动经费 至于刘宇辉利用与曹文庄的密切关系 帮助一些制药企业爆批新药并从中获利 几乎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而以谨慎著称的曹文庄经常在刘宇辉拿来的新药批文上批示 这个材料是刘宇辉同志拿来 请中药处言处 或者请某某同志悦处 足见刘宇辉与曹文庄的关系之密切 显然曹文庄这种明目张胆的批示 就是让手下快审快批 如此一来 凡是注册司的批文 只要与刘宇辉名字沾边 也就意味着马到成功 当然 刘宇辉是曹文庄受贿链条上烂得最厉害的关键一环 后来也正是刘宇辉出卖了他的哥们曹文庄 这是后话 理清了魏威、刘宇辉、曹文庄这三人之间的关系后 魏威让刘宇辉出面摆饼马腾 变成了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事情 于是2003年5月 刘宇辉带着魏威来到了专项办 因为魏威跟马腾并不熟悉 所以刘宇辉让魏威在办公室外面等着 刘宇辉到专项办里面没一会儿就走了出来 他轻描淡写地对魏威说 人已经找好了 咱们回去等好消息吧 刘宇辉虽然是专项办的常客 但很少正眼看马腾这样的小卒子一眼 马腾早就听说刘宇辉首眼通天 是曹文庄司长的哥们 在马腾这个小卒子眼里 刘宇辉是高不可攀的人物 这次刘宇辉绕过别人直接来到马腾面前 竟让马腾有些受宠若惊 手足无措 仿佛感到一种莫大的荣耀 当听完刘宇辉让他尽快把威威要业的药品文号编排下发时 马腾毫不犹豫地表示尽快办理 并希望刘宇辉多多提携关照自己 刘宇辉拍拍个头比他高很多的马腾的肩膀说 放心吧小伙子 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一番话把马腾忽悠的心花怒放 马腾编排下发批文毕竟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 魏威却迫不及待地要拿到文号 几天后 心急如焚的魏威问刘宇辉有没有消息 这点小事还这么为难 刘宇辉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直接去专相办找马腾吧 他是管编排文号的 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你去吧 魏威立即按照刘宇辉的指点 到专相办找到马腾 此时的魏威还明不见经传 马腾听说魏威只是一个没名气的制药企业的老总 就爱搭不理地摆起架子说 刘宇辉已经跟我说了 现在还没有编到魏威厂的 你回去等着吧 平时牛气充电的魏威 此时却不得不在眼前这个小竹子面前 点头哈腰地说 麻烦您帮帮忙吧 别的企业的药品都已经上市了 批文再下不来我们就陪惨了 你放心 只要您肯帮忙 其他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会按规矩办好 包您满意 马腾见魏威说得如此恳切 也不好再刁难眼前这个 低三下四的财神爷 随即换了个口气说 我这两天就找找你们魏威的资料 只要专家评审过了 领导批过了 我就马上把文号编出来 刘主任跟我说过了 你放心 见马腾吐口了 魏威不再说什么 便起身告辞 临走时 他要了马腾的手机号码 之后 魏威一直用电话与马腾联系 催问新血通焕发文号的事情 并在言语间信誓旦旦地表明会报答马腾 而马腾也爽快地答应 尽快帮魏威办 2003年6月 新血通和其他的药品文号陆续地下发了 拿到文号后 魏威立即安排了批量生产 在此后的2003年6月20日 至2003年11月20日的5个月时间里 吉林魏威药业向国家药监局专项办申报的 换发药品文号共有26种之多 这些批准文号在刘玉辉等人的帮助下 真正做到了快报快批 其中马腾功不可没 要知道 同类药品只要抢占市场先机 那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利益 这是魏威和马腾所共知的 但是直到2004年春节前这段时间里 魏威没拿出一分钱给马腾 马腾也绝不开口要钱 而是全心全意地为魏威服务者 两人都互相撑着对方的神经 都希望对方主动提出来感谢的事情 其实 深知行业前规则的魏威考虑得很简单 对他而言 拿出一些钱来感谢一下马腾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身价亿万的魏威并不在乎钱 他只是需要一个能够让马腾和自己 都觉得面子上还过得去的时机而已 而马腾则考虑得更多更复杂 首先 马腾不能不考虑魏威 曹文庄和刘玉辉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于自己命运的影响 在后来魏威从注册司拿批文 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的时候 马腾就自然会明白 半年时间 魏威能从注册司拿到26个批文 如果不是与曹文庄私交甚密 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可见魏威的能量是巨大的 尤其是魏威拿号王的名头越来越响 又身居魏威要业的董事长 是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 而28岁的马腾在魏威面前 只不过是一个工人驱使的小喽喽而已 以马腾的身份主动索要好处 显然是不明智的 甚至可能毁掉自己的前途 因为专项办大多是戒调来的人员 马腾的人士档案还在河北神威药业 如果能够得到曹文庄刘玉辉这样的领导赏识 最后能够调入国家药监局或者中国药学会 进而成为一个北京人 那才是马腾的终极目的 而得罪魏威就等于得罪了曹文庄和刘玉辉 这层关系马腾还是想得清楚的 那么马腾的心愿到底会不会实现呢 欢迎您关注 要见谜局里的小人物的第二集